这好像是你们第一次看到我房间早上是什么样子吧 说准确一点应该是白天开着灯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以前的话我都是把这个窗帘拉上 然后把一盏补光灯直接打我脸上 还有一个就是场景的变化 当然这个背景大家应该早去看过了 因为我之前录这个留声机的时候也是这么坐子 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是我面前多了一张桌子 当然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要买这张桌子 大家想一下如果我就单单的坐在这里就很傻你知道吗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觉得就是有一张桌子会更加自然一点 OK那么回归正题 那么这期节目我到底要说什么呢 从问答那期视频开始就有很多的人问我 阿刘你在B站总共赚了多少钱 那我觉得既然大家想知道的话 我还是回答一下大家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算非常隐私吧 也是可以说的吧 那么在说我赚了多少钱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对我的房间做了什么样的改造 第一个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张桌子 当然这个很便宜 这个就 还有一个是我多买了一盏补光灯 来自影视飓风的一个飓风灯 对在我的右前面 这样子的话我面前就有两盏补光灯了 把它关掉效果会非常差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效果会非常差 如果我把它开起来 瞬间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视频质量直接起飞好吧 另外的话我还买了一个新的耳机 之前那个Hyper X已经完全坏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铁三角的M50X 我是单纯觉得它非常的好看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是这个雷蛇的裂魂光珠 好像是叫做裂魂光珠 当然这次升级改造最贵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镜头 我经常出去外拍vlog 所以我需要一个非常轻便的镜头 OK说了这么多 你们可能还有问 大刘 你这个钱哪里来的呀 首先 父母这边知识力度肯定是最大的 因为这些东西 我不一定买得起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都买不起 包括这个电脑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在B站赚的钱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B站其实是一个用爱发电的 或者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网站 当然现在它慢慢的加入了这个激励计划 还有悬赏计划之后 就可能有那么一些些的改变 但是其实作为up主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比较低层次的 赚到的钱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我到底赚了多少钱 总共是2935块6毛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我做视频 如果你知道的话 我是从五年级开始做了 然后我现在是高二 然后大概一年前 我接触了这个vlog 所以如果我是为了钱 才来做一个up主的话 我觉得我早就放弃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投入与回报 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我做一些视频 其实更多的是我喜欢做这个 包括以前在优酷 现在在bilibili 每次录完一个视频 做好一个视频 上传上去 就好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吧 不用我多说 每个父母肯定都是想让自己的孩子 是最出色的那个 所以每次看到大家的评论 看到大家的弹幕 看到大家的投币 充电 订阅 还有收藏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up主的一种鼓励吧 从中获得的这份喜悦 如果你真正爱这行的话 我觉得这份喜悦是 在你生活中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 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每个up主在生活中 可能都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朋友 在生活中也不太愿意说话 但是一到尽头前 他们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途径 去获得大家的认可 上一年的7月8号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那天我从b站拿到了 我做up以来的第一笔钱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000块钱 然后扣掉税之后只剩下960块钱 我收到转账短信的那一刻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 哇 你终于熬出头了 后来在前几个星期 也就是二月多八三月多的样子 第一次记得广告 记得是那个牙刷的广告 那天是这个广告主找到我 他说 这有一个电动牙刷的广告 你要不要考虑做一下 我说 那好啊 我那时一开始我还没考虑 我能从中赚到多少钱 因为我在想 我也就有两万多粉丝 我这能赚到多少钱呢 对不对 我就想着 如果你能把这个牙刷免费的给我 我就觉得挺不错 我就不求什么钱了 在他问我报价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语气还非常不坚定 我说 3000吧 就是我在想如果不合适的话 你跟我还有商量的余地 对不对 然后出货的意料 他说 OK OK 地址发过来 发过来 发过来 我立马立马给你发货 那个时候真的 算是又一个里程碑了 对 又一个里程碑了 这是我第一次谈及关于收入的这种事情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 因为这种东西很现实嘛 对不对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现在要靠这个来吃饭 因为我目前还要读书 我暂时我的生活 不用靠这个来支撑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的视频质量会变成影响号那种 不会不会不会 如果是单单为了吃饭 选择UP主这个行业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因为UP主这个行业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好赚钱 甚至比你外面 找一份这个奶茶店 调个奶茶这样子的工作 还不稳定 我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人的指责 说你这做的不好 那做的不好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我真正的观众 我真正的粉丝 一直 一直 都是爱我的 那么很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昨天去参加了这个UP主学员之后 我也下定决心 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 提高我的视频质量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点个顶 点个赞 投个币 充个电 都是可以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关注我 或者把我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